今晚这个神通快递把我整累趴了, 做过拼多多,菜鸟,普洛斯,京东, 德邦都没有这样累, 神通的主管跟正事工都很凶, 满脸的怨气,满嘴的恶言恶语, 我被分配去卸货, 刚开始工作,主管就拿喇叭在耳边喊, 能不能干,不能干就下班, 很多大剑跟大麻袋, 需要一直再扛上传送袋, 卸完一车,以为在等货车过来, 他们是直接安排你去另外一个车柜继续卸货, 一个晚上都是没停过的使唤去不同的车柜卸货, 正事工还在旁边一直说, 你他妈的能不能搞快点, 搞快点啊, 这个麻袋都扛不起来吗, 你他妈的,你不是来玩的, 跟我一起来的有几个比较老的人干到后面麻木了, 大剑跟麻袋一概不扛, 都是等有两个人才一起扛, 那些老员工一直在那机器扎扎, 很大一件, 但又无可奈何, 真的太累了, 搞得全身酸痛, 货柜里面很封闭, 搞得一直出汗, 要求去上个厕所, 那个主管就拿喇叭喊, 快去快回, 五分钟见不到你, 不用来上班了, 自己回去, 真的很不爽, 这个领导, 生活不易, 冷天熬通宵, 挣个两百块, 玩命似的, 兄弟们以后做物流日节, 一定要问清楚是什么岗位, 装卸岗位如果公价低, 马上跑路, 不要犹豫, 未来的生意都不怎么赚钱了, 因为现在整个社会经济都在存量战争, 也就是说没有增量的市场了, 第一呢, 人口在下降, 80%的城市人口都在流失, 狼多肉少了, 第二呢, 消费降级, 你看现在买军大衣的有多少, 羽绒服几千块钱也买不起了, 而且聚会的人群也少了, 烧烤店和这个KTV人少了, 就是这个现象, 人们不愿意聚了, 活动也少了, 再一个就是红锡效应, 你像我们学院开蛋糕房, 开火锅店, 一天都能卖一千多单, 还有一些像海底捞, 麦当劳, 一年卖一千多万张券, 那相当于一千多万顿饭呢, 所以其他人怎么办, 在这种存量战争下, 大家的活动会非常内卷, 你只能再细分, 再细分, 再聚焦场景, 聚焦人群, 把生意喊得作效, 否则真的是没有竞争力, 关注我, 先定模型, 再做执行。 我们西安的平均工资 九千四百四十块钱, 你没有听错, 九千四百四十块钱, 中位数七千五百块钱, 先不要反驳, 它是个什么概念, 我给你举个例子, 假设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 你公司有十名员工, 咱按照中位数计算, 七千五百块钱, 一名员工每个月到手七千五, 对吧, 加上社保, 各种福利, 你老板要负担九千块钱一个月, 不过分吧, 十名员工九万, 一年就是一百零八万, 你知道一百零八万是什么概念吗, 对应税前应该是一百四五十万, 咱按照平均行业百分之十五的利润来计算, 你的年销售额要达到一千多万, 我不管你老板赚钱不赚钱, 我不管你什么房租, 水电, 物业费, 有哪几个行业, 十名员工, 全年营销额能达到一千多万的, 老板不赚钱无所谓的, 老板是为员工创造福利, 老板是为员工创造平台的嘛, 对吧, 那真不知道你这是诈评的, 得是按照找评广告, 五钱到八钱, 按照八钱平均工资平的吗, 现在大部分八年后的现状是怎样的, 第一呢, 大多数做生意的都是负债累累, 尤其今年, 没有负债的也是勉强维持生活, 不敢含泪, 更不敢生病啊, 第二, 已经结婚的八年后呢, 离婚率还是比较高的, 是离婚率最高的一代了, 第三, 大部分的八年后渐渐的晚上游了很多失眠的, 因为上有老, 下有小, 只能咬牙坚持, 第四呢, 越来越多的八年后, 面对家人时呢, 会感到很惭愧, 第五, 很多暴脾气急性质的八年后呢, 慢慢的被生活磨得没有了脾气, 没有了棱角, 第六呢, 越来越多的八年后不再相信感情, 越来越明白钱的重要性了, 第七, 一部分被职场淘汰的八年后, 现在都跑起的滴滴外卖, 做自己的血管, 第八呢, 八年后呢, 说实话, 一直是个谜, 有一批人呢, 已经做了爷爷奶奶, 一批人呢, 还是幼儿园孩子的爸爸妈妈, 更丽谱呢, 还有些人在拼这个二胎三胎, 但是万万没想到的, 还有很大一部分八年后呢, 在做单身狗, 我感觉从考上北大, 就开始了我高开低责的人生, 事情的起因是这两天单位体检嘛, 然后去体检就发现了身体多了很多问题, 比如说假装腺线结结, 肺结结, 肺大炮, 入线结结, 入线增生等等, 然后就突然想起来自己工作了快两年半了, 就是没有甚至加薪, 但是各种阶线倒是多了不少, 然后就联想到职场的规则可能跟学校的规则是不一样的, 在学校里, 比如说一张试卷, 它其实大概就能够衡量出你这个人学的怎么样, 努力学习了一般都能得到认可和回报, 但是在职场过程中, 很多时候是你努力之后的一种无力感, 就好像你无论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这种现状, 踏实努力也并不能够决定什么的, 就是自己在找工作的时候, 其实是依托着对工作之后的向往, 那时候就觉得找到工作其实就好了, 凭着这份憧憬度过了许多焦虑的夜晚, 但是到头来却发现, 当时的憧憬, 也当时憧憬的竟然是这样的生活, 就是做自媒体以来, 其实也有很多键盘侠, 他们通过贬低我来获得一些认同感, 就是说我这么多年的书白读了, 他们没有读书, 然后也会能比我好等等之类的, 其实每当看到这样的评论, 我内心是非常不认可的, 但是好像我的处境也确实不能当作一个正面的例子, 或者是一个有利的例子去反驳他们, 但是无论在什么时候, 我觉得其实好好努力终究是没有错的, 尤其是像很多小证作题家, 其实学习真的是他们改变命运的比较容易的方式了, 但时不时我还是会陷入自我否定, 就觉得是自己没有选择好, 是自己没有规划好, 是给自己的学校丢脸了, 偶像来其实是一个乐观的人, 但是可能这两天所有负面的情绪积攒在一起突然爆发了, 说出来倒也觉得心里堵着的感觉散开了, 所以想录这个视频, 然后也给屏幕前跟我一样阴谋的人做个彼此的慰藉吧, 其实大家都不孤单,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有非常难过的时候。 跟你说农村真不是人带的地方, 昨天不是去赶长毛, 碰到一位老前辈给咱们聊聊几句, 意思是农村就不是人带的地方, 你身边一定有这样的人, 可能这事不想说的, 但是又想吐唱两句, 他这不是妥妥的给咱们送素材吗? 意思是咱们混了这么多年, 连一个车都没有混上, 你是怎么混的? 说自己女儿在什么单位, 儿子又是在什么国企, 每个月给他多少多少钱, 对他有多好, 住在城里有多方便, 还提到了我的父母, 他这次回来是走人父送礼, 要不然他都不想回来, 我来反正听着就好, 他跟我聊这些我都能忍, 但是他说农村就不是人带的地方, 这句话我忍不了, 你才进城几年, 就忘本了, 王上淑三代谁他妈不是农村人, 反正话里话外透露了全是肉炒人, 果然攀比不分年龄, 四个人都喜欢攀比, 其实在我心里面, 不管他怎么跟我说, 我都不会高看他一眼, 至于礼貌前辈, 咱们几乎有事走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攀比心真的不分年龄, 你知道人的痛苦根源是怎么来的吗, 就是喜欢攀比, 人比人得死, 活比活得人, 只能想着去攀比, 那得有多累啊, 如果你这一生没有运气的加成, 就是拼了命干一辈子, 到终点, 也都不如别人的一个起点, 多说条条大落通罗马, 可是有人一出生就是在罗马, 你拿什么笔, 大多数普通人的生活都是平静而绝望的, 人性阴暗的一面, 就是喜欢炫耀,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今天我们就煮了一个火锅吃, 来吧, 干一个, 尽我生活一地即忙, 这种天气很适合吃火锅,